嗨 大家好 我是 Grace 今天這個影片呢 想要來和你們分享我最近新學到的一個上底妝手法 這個方法可以幫助粉底液長時間持妝 不脫妝而且還可以很服貼 那我今天帶你們介紹這個上妝的技巧 同時也會走一個實測 那我要搭配粉底液啊 是這一支蘭蔻的零粉感 超持久粉底 零粉感它在我頻道是最長最長出現的粉底液 因為它真的從18年上市到現在 4年的時間我對它的愛沒有變耶 那你知道這4年經歷了什麼嗎 氣候的變遷然後疫情啊 甚至我的肌膚狀態一直在改變 膚質也有變化 但是我對它喜歡從來沒有變耶 如果說你對零粉感還不是很熟悉的話呢 請容許我再帶你們稍微簡介一下 因為我的膚質是混合性肌膚 因為它在我臉上呢 always保持著一個非常持妝跟服貼的狀態 而且是長時間戴妝的情況下喔 然後它還可以做到越夜越美麗 就是你上妝很美 持妝更美 是不是很值得期待 如果說你還不認識它的話 那我先剪接到這邊 直接來帶你們走技巧跟上妝 那我在上妝的同步也會和你們分享它在臉上的感受 直接來帶你們看一下蘭蔻零粉感的質地 你們感受一下以持久型粉底液來說 它真的非常的優秀 有滑動性 偏水感 推起來呢又很滑潤 不會有卡卡的感覺 然後它又很好延展 你看我可以一直這樣往下拉 好那再來啊你們看到我正常的妝感這樣薄薄塗一層 你們感受一下它可以有多服貼多輕盈 不會有肌線跟卡粉的問題 重點它呈現出來的妝感還是很有質感的霧光肌對不對 這個粉底我會這麼喜歡它的原因主要是你們看它一層對於肌膚紋理毛孔的修飾就是這麼的優質 剛才把鏡頭拉近你們可能會感覺到說還有紋理嘛 但是你看我把鏡頭拉遠 正常的視角來看 它真的非常的柔焦你的肌膚 就你整個皮膚看起來是非常優秀的 甚至你如果說臉上有些色素瑕疵 你也可以重複堆疊 它可以去加強遮瑕度 像有時候我在家比較懶惰 我不想要做完美的遮瑕 這粉底我疊兩層妝感就超自然 而且一點點的粉感都沒有 好那質地緊接到這邊 我接下來要上妝 上妝之前先跟你們分享一個口訣 叫做刷刷膩撲撲 對沒錯就是有五個技巧 那這個技巧呢其實還蠻簡單 就稍微調整一下你上妝的角度 它就可以讓這個零粉感非常服貼跟持妝在你的臉上 甚至這個技巧對於毛孔粗大的人 或者說你細紋比較多比較深的人 可以非常完美的柔焦跟修飾 而且還不會有白芝麻 那如果說你有興趣想要了解這個技巧 我們馬上開始囉 我直接把鏡頭放得很近 然後帶你們走一個超近距離的解析 那我們先把粉底液擠在手臂上 再搭配一支刷具 把這個粉底液揉開 我們就可以開始上妝了 進行第一個刷 那先跟你們拆解一下我們的毛孔呢 開合方向不太一樣 像我們的T字部位 毛孔是由下往上開 所以我們在刷的時候要逆毛孔去刷 也就是我們要由上往下刷 由上往下刷 那第二個刷是兩頰的地方 兩頰的毛孔呢是由上往下開 那我們要逆毛孔 所以我們就是由下往上刷這樣 很簡單 那鼻翼也是由下往上刷 這是第二個刷 好那接下來第三個步驟呢 我們可以搭配一個浸濕的鑽石粉撲 這個鑽石粉撲我非常喜歡 然後這個是我去年拿到 我用到現在 用了一年多我還很愛 好那第三個方式也很簡單 逆 我們可以順著剛才毛孔開合的逆方向 去把這個粉底液拍開 這個動作可以幫助粉底液 可以更服貼在我們的肌膚上面 是不是還蠻簡單的 OK 操作完畢 第四個動作呢是 鋪 那這個鋪的話就是用彈壓的方式 然後讓粉末可以更服貼在我們的臉上 第五個鋪呢 如果說你臉上還有一些毛孔比較粗大的地方 你覺得它可以再遮蓋的更好 你就可以再用這個粉撲稍微的再舉步 逆向畫圓 它的粉末可以更服貼在我們的毛孔上面 會隱形的更好喔 操作完畢 你們看我現在整個膚質是不是升級了 眼下的細紋是很服貼的 毛孔是超隱形的狀態 包含鼻翼兩側也是喔 OK 那我再把鏡頭拉遠感受一下 我現在整個膚質是不是 比剛才素顏升級了大概十倍以上 皮膚呢 呈現在很有質感的霧光肌 然後非常的清爽 清爽到我要實測那個沾黏度給你們看 有夠不黏 然後皮膚是有亮澤度的 是不是很美 那零粉感它還有點值得一提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我很喜歡它的智慧油水平衡 很常和你們說 它在我臉上真的超級智慧 像我兩頰偏乾 T字不畏油 在偏乾的肌膚呢 它會幫我保濕跟補水 在出油的皮膚上 它會幫我控油 一整天持妝整個油光 非常的平衡跟均勻 所以才會達到 越越 越越越美麗的狀態 對 所以等一下會持妝給你們看 那你們可以期待一下 今天持妝的一個效果囉 那現在的時間呢 是下午的2點28分 那因為我等一下要出門 我換完妝之後就會奔出去了 那預計會持妝個8到10個小時左右 中間呢會在他們分享一次持妝的更新 所以總共會有兩次的心得 好 那我就趕快完妝就出門囉 待會見 天氣超好 其實我剛從車上睡起來 要38號 健康認證 超大份的 那我們只有兩個人 要把它課完喔 加油 大家我們來更新一下時間 現在的時間 6點02 好 我這個持妝大概3個小時半吧 給你們看一下現在的肌膚狀況 3個小時半我已經微微泛出油光了 那光澤感超級均勻 你們看一下我臉頰是有光 然後T字不會的油沒有那麼的多 就像我跟你們說的 T字不會做的它會幫我控油 兩頰偏乾的地方它會幫我補水 所以你們看整張臉就是很均勻 那來帶你們看一下我的口罩呢 稍微有一點點脫妝 但是其實任何粉底液戴口罩都會脫妝 只不過脫妝的多或少而已 你們看 我的臉已經出油囉 但是這個脫妝度 真的超級低 是我目前手妝粉底液脫妝度最低的一款粉底 那如果說你對妝的精緻度會比較在意的話呢 其實像現在你們看外面那麼熱嘛 你可以補妝 甚至可以補防散 那小飛的我覺得拿來補妝 非常方便 那我來試補一個給你們看 因為我在實測 所以我想說補半臉 那我目前其實 剛才拿鏡子看 沒有什麼太大脫妝的地方 就連口罩壓痕的地方粉底都還在 那我想補半點臉 然後給你們 就是做一整天的實測比較完整 其實補妝的方式還蠻簡單的 就直接在粉底液上面疊就好了 因為這一顆氣墊呢 它的質地也蠻輕薄的 所以像我要補妝都直接疊 如果說臉上油光沒有很多的話 你們看 有一點油光很漂亮 那它裡面是長這樣 用少量多次的方式 如果說你口罩戴太緊 妝掉的比較多 你就可以針對局部 用輕拍的方式補妝 像我好像 好像沒什麼掉 但我針對口罩壓痕的地方好不好 像這裡 那我補半臉 臉額偷我也稍微補一點 好 我現在已經補完妝了 你們看我妝顏呢 精緻度很高 而且少了光圈的紫色 因為我在家裡面打光都是紫色光嘛 現在是自然光 你們看我皮膚還是有光澤 很好看耶 而且我跟你講 完妝之後 它還是很清爽 可是又有這樣很漂亮的保濕感 我拿一張 乾淨的衛生紙 試給你們看喔 有光 有保濕 然後妝現在又完整了嗎 超清爽 好那氣墊呢 跟粉底液是一樣的 就是你在皮膚上面完妝之後 它會形成一道鎖水膜 去防止水分的散失 我覺得太陽下沾得好快 我要繼續溜搭了 把口罩帶回來囉 下一站接小狗 到家了 現在時間晚上8點25 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口罩 脫妝度是不是超級低 如果說十分脫妝 然後長時間這樣佩戴 這個掉妝大概只有1吧 很少很少耶 總之就是剛到家 想說給你們看一下 淋粉感真的是我目前 所有所有粉底液 最不會脫妝的一陣 你看 乾淨都不得了 然後我臉上的妝 超完整 而且我覺得很美耶 這個光澤感 好 總之現在遲妝也才6個小時 那我準備為她吃飯 她在奔跑 皆さん我回來了 我們要來做最後的更新哦 時間來到了11點07分 我這個粉底已經遲妝了8個小時 你們看我臉上這個妝感是不是很美 淋粉感它美的地方就在這裡 長時間持妝過後 臉上這個光澤感超均勻 因為像我是混合肌嘛 兩頰偏乾 它幫我補水 T字不會出油呢 有控油的感覺 所以在長時間戴妝的情況下 我整張臉的油水呢 是很平衡的 對不對 有沒有願意越美麗 重點是什麼 你知道我今天還沒有做任何定妝 我底妝完成之後 我口罩一戴我就出門了 中間還有補妝 然後口罩一戴 回到家剛才那個掉妝度 你們也看到了 是不是很輕微 所以蘭蔻凌粉感 它的持妝度真的很厲害 我超喜歡 而且啊 它零暗沉哦 你們有發現我臉筆 肩膀還要再亮對不對 那為了要證明它的零暗沉給你們看 我先半臉卸妝 然後再重新上妝給你們看 另外補充一下 我也很喜歡這個油光 壓掉的那個妝效 粉底不會掉 光澤感掉 然後皮膚看起來更透亮 可是毛孔跟細紋一樣被遮蓋 修飾得很好 嗯 出油啊 然後甚至把油光壓掉 那個妝感都是100分耶 超好看 好 那我們半臉卸妝 下半臉卸妝完畢 你們看 有粉底液 沒有粉底液 有粉底液 沒有粉底液 接著我再重新補妝一下 很明顯齁 有一個界線 然後我在這邊拍妝 OK 我重新補完妝了 是不是超級零暗沉 那今天這個實測總共8個小時嘛 其實我三分之二的時間 我都在戶外 然後中間還補了一次妝 我跟你們講今天外面的天氣大概是31-32度 所以以這樣的持妝感在我的夏天呢 表現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個人是覺得令粉感適用於所有的膚質 你是油性肌膚的話呢 你可以加強肌膚的控油或定妝 但如果說你是乾性肌膚的話 你妝前可能搭配一個比較保濕的 如果說你跟我要是活潤性肌膚的話 我想你們持妝感受應該是跟我一樣 如果說你沒試過的話 真的很推薦 你們可以趁這一次週年慶 參考他們的優惠組合 因為我覺得蘭蔻這一次給的東西 真的非常的大方 只要你買零粉感 它就會把你上底妝所需要用到的工具呢 一次都送給你 沒錯 就是這個信封包裝 我覺得超值得收的 因為像你們看我今天分享到的 刷刷膩膚就是用這一組完成的 那如果說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把資訊欄打開 裡面我把所有的活動訊息都寫進去了 那今天這個影片的總結就是呢 刷刷膩膩膩真的還蠻值得學的 我嘗試了好幾天 甚至平常在畫底妝 都會不自覺的想要刷刷膩膩一下 真的很吃妝 分享給你們 那如果說你們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在這邊 這邊 幫我按個like 更多我的生活動態對我IG 記得找到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